你從頭到尾都欺騙大家 你要不要道歉 你不要隨便說人家說謊 這才是要道歉 你從頭到尾都欺騙大家 你應該 向國安局道歉 應該向民進黨道歉 應該向蔡英文道歉 應該向全台灣的人道歉 應該向 陳雅玲 訪問你兩次被你騙的陳雅玲主播道歉 應該向中間的陳信濟的道歉 你要不要道歉 你不要隨便說人家說謊 這才是要道歉 到今天 公開承認 那些資料 並沒有在你送給國安局國安會的資料裡 國安局國安會沒有收到 所以你從頭到尾打臉自己 還不敢說 還不說你說謊 還要硬拗 這個案子是這樣 總統府國安會都從來沒有出來說 他有收到的東西 那我要承認我送了什麼東西 他當然有說 你說的兩岸一家親 不在你送給他的資料裡面 等一下國安局 總統府都會出來回應 再打你的臉 他出來說他們有收到的東西 你真的太過分了 你今天玩弄文字遊戲 語言遊戲 你之前 都一直說有收到 還哽咽 好像多委屈 你今天公開說 他們沒有收到 他們從來都沒有說他有收到 就說他會不會出來了 他會不會出來了 你會不會出來了 你會不會出來了 你會不會出來了